另外今天端午節是宜蘭縣龍舟錦標賽的最後一天賽程 主辦單位特別舉辦了開幕典禮 縣長林聰賢也專程出席為這些選手加油打氣 而比賽結果男子組的總錦標是由羅東正宮所B隊奪下 而女子組則是由金尊餐廳奪下了三連霸 也抱走了豐富的獎金 103年宜蘭縣龍舟錦標賽今天進入最高潮的最後一天賽事 主辦單位特別在早上10點舉辦盛大的開幕典禮 邀請到立喆國中的熱舞表演展現青春活力 帶動現場氣氛為大會正式揭開序幕 其他人是由川國中的熱舞表演進入最高潮的熱舞表演 我們今天是七人最好的白雀的橘胞胞胎 雖然他有第六組一個三選方向的女 będziemy 我們今天是有專家特別的2500公斤進竹塞 這是公用我們所謂的專手提供意識 和我們所謂的技術可以在這個地方 來做一個經濟的交流 共存建設 所謂的就是所謂的工作 工作過激的精神也好 還是我們所謂的社群顛倒 投票 合作 這都是代表我們依然進行責任教堂的電源 這麼一位人的傳統 我們一年比一年更加重視 一年比一年發達得更好 我期待這樣的活動能夠引起更多獻民的參與 縣長也勤勉東山河從上游的森林公園 到下游的清水公園 結合東山鄉以及五節鄉 來推動龍舟體驗 以促進龍舟的運動發展 一年我們就來這個北京老闆 在東山河的電源和這個中海遊的地方 東山河從上游到五節鄉從上游到上游到 我們也希望吃得到 各家的運動 今天我來推動我們這種的傳統活動 我們可以在這個北京老闆 讓我們的水族傳統活動 套館龍舟的必殺 套館西式華州 套館以來的我們有這個地方 全體的體驗 讓東山河變成西川國 雄樂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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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經過三天的激烈賽程 結果公開男子甲組冠軍為羅東正攻所B隊 公開男子宜組冠軍為利品建設 公開女子組金尊餐廳獲得了三連霸 而社區村里宜組冠軍為衛冕成功的五冤社區 國中男生組則是立者國中衛冕成功 國中女生組則是復興國中來奪冠 至於競爭最激烈的男生總錦標 則是由羅東正攻所B隊勝出 爆走了獎金30萬 而女生的總錦標則是金尊餐廳獲得了三連霸殊榮 一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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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